杜錦申議員 主席 其實我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不是只是37A 我不是只是考慮主席你的政治背景 因為我在想 即使我在你的位置的時候 我也一樣要處理 所以我這個意見 就不會只是應用在你 或者我 或者其他任何議員 而是究竟客觀地37A 是有什麼的限制 是令主席必須依照來做的 主席其實在這裡 只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明示的 就是直接相關 換句話說 你所說 37A制定的時候 目的就一定不會說 令到妨礙財委會行使和履行的職責 財委會行使和履行的職責 就是要考慮政府的撥款 但是同時也要兼顧議員可以在 一些 37A所說的 一些議程項目表達意見 而他的前提就是 如果是相關的 就必須保障議員這個表達意見的權利 如果不相關當然不行 所以議員在表決之前 來表達和相關項目的意見 這個權利就是我們履行財委會的責任 責任不只是投票 主席 投票 在過程中要講完意見之後才是投票 在程序上 如果你繼續進入很多議案 就沒辦法即時處理 如果你是沒辦法即時處理 那你可以休會來處理 還有 你事實上是有很多秘書處作為後盾 還有有經驗的去按住你已經裁決 或者之前的財委會主席的裁決 是甚麼叫相關不相關 他是絕對可以協助你的 如果有些根本明顯不相關 他告訴你 都是這類性質的 你看完之後 可能幾秒鐘 你看看 那你已經可以做判斷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有些是 borderline case 邊緣一些 你可能是耐小時間 但記住 就算我真的要入 假設我的目標是阻礙會議 我真的要入無千、無百、無萬的項目 都不是那麼輕易 為甚麼呢 因為我也要顧及主席你 以及之前的主席裁決了的理由 而按住這樣來 去說 入這些動議 如果那些動議是不相關的 根本就做不到 主席 我承認我自己 我沒辦法能夠真的入到無千、無萬的動議 聚烈式 如果你裁決了 是不能夠的 或者要收集到 將它綜合來幾個 我尊重 但是如果我 你不會會和我 你不探索 或者是 你不探索 或者是 你不探索